你看 看看 我说这钱能到 这钱就能到 靠谱吧 什么意思啊 任总啊 这个是孝敬您的 是我的预付款提查 我那没缓啊 您可以想想办法 我真是 没办法 谁不知道业界 您神通广大呀 对不对 别这瞎闹了 你这个钱我不能要 您什么情况啊 你这里送的不讲究啊 先把这酒给喝到位了 这这罐我这罐我给忘了 这酒喝到位了 啥都好办了 任总 这么着 我先干三个 敬您的 这就对了兄弟 我还有个提议啊 你给大伙敬一个礼 喝杯酒 我给你发一批货 你给大伙敬两个礼 喝两杯酒 我给你发两批货 怎么样 你给个痛快话 行不行 行 连长 别见过连长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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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啥 不是 连长 你 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干啥 我想看看 你想干啥 建康 本来我坐着 帮杨勇把这事弄完了 去找你的 去找你的 你想着 咱们今儿跟这儿见面 我今天不想跟你说话 滚 任总 你 你见面了 真没事 没小心 那个 那你那个事 我都咱们再商量 不是 任总 对吧 任总 任总 这是幽 任总 不是 各位劳劳 别动 别动 连长 你干什么呀 站直了 你给我站直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要干什么 我要看看 你到底还能不能 挺直了腰杆活着 你到底还有没有 有点鼓起 连长 你 你 你懂不懂啊 我是不懂 我不懂你怎么今天 变成了这个特效 我也不懂 你居然会对任保国 那种人卑躬屈膝 你 我更不懂 我之前认识的那个杨勇 他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呀 就为了那么点钱的事 好 我告诉你 我 我要破产了 我要完蛋了 我要完蛋了 你知不知道啊 你以为我想这样 你以为我想的人 保护那个王八蛋 卑躬屈膝吗 我不想 你是不是亏钱了 亏了多少 10万 不光是我亏钱的事 要是我自己啊 这事怎么都好办 主要是 我他娘呢 为了做这点破生意 我那帮战友 我的哥们弟兄 连身家性命都拖给我了 但凡遇到了事 人家怎么办 人家活出命来 借钱给我里头填这窟窿啊 我这边一拜 我拿什么跟人家交代啊 人家也有老婆也有孩子 对吧 我就算是做牛做马 我给人当孙子 我也得把这窟窿给人填上吧 我的货直消了 你不知道 我 我跑了多少地方 我喝了多少顿没用的酒 我见了多少顿没用的人 我动了多少脑子 但凡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都不会跟任保国 那个王八蛋打交道 我是被逼的 我真没办法 任保国 手里把这几个省的关系法 只能求他 他也在做交换机 他在里头待了五年 除了还在跟老大行 我还早比他干两三年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 用他那一套 一点一点地把我的客户 把我的生意全抢走了 我刚开始还能和他逗一逗 我现在连个还手的力量 都没有了 我现在叫一败涂地 行了 别说了 你败 就败在不该学他那套上 你我 咱们骨子里都不是那种人 我要不是刚才看你 还有那么一点犹豫 骨子里还有那么点军人的尊严 我劲都不会劲 你醒醒吧你 再大的难关 咱们一块考 我还就不信了我 来 喂 我已经回家了 你什么时候把小易送回来啊 行 买饭钱吧 我准时送小易回家 挂了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你先把你那批积压的产品 送到花药去 只要质量没问题 我慢慢帮你消 我那边业务员也扩招了 百事好人哪 好多人你也认识 放心吗 再苦再难 这要咱们一台一台 规规矩矩地卖出去 心里边踏实 这才是正道 那笔债务呢 你也拢一拢 还差多少 不够的我给你垫上 再不够的 我再去想办法 瞪着我干什么 将来拿你的货款底 还有 花药分股的时候 我也给你留了些股份 还挺多的呢 就算是年前我欠你的 连长 你干吗呀你这是 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 打了我爷们 你自己信了我清楚就行 不哭了 那走了 晓忆等着我呢 你记得很令人 你可不哭了 你不哭了我 明天 以后我再帮你 你不哭了我 就不哭了我 你没得到银子 你不哭了我 我以后我记得很难 你不哭了我 我哭了我 你不哭了我 你不哭了我 咱们强大起来 像任保国那种投机商人 就不再是咱们的对手了 再试试 走了 别喝可乐了 哥阿姨给你买个碳瓶水吧 运动完不能喝碳酸饮料 对骨骼发育不好 你不想长大个儿了 你好 你是在生气吗 没有 你是因为阿姨不让你喝可乐 还是因为输球而生气啊 你要是因为我不让你喝可乐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据我所知 这个世界上能擦掉 水泥地上的血迹的 就是碳酸饮料 我家洗厕所也经常用碳酸饮料 因为它腐蚀心太强了 没想到吧 世界上著名的球队 都不会让自己的球员 喝碳酸饮料的 除非你对运动没有追求 我不高兴 因为我无输球了 承认不高兴也算是诚实 但是哪有长胜将军啊 什么罗纳尔多 巴乔 这个那最著名的球员 谁没输过球 球场上两支球队 总要分出胜负来的 输了球就生气 这一刻不像小男子海 我认为输了球 只要去干一件事就行 什么事 练 别追了 小意 你慢点 来吧 慢一点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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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我应该跟你说 对不起是真的 我没把小叶照顾好 儿子 怎么样了 就是谁擦伤 没伤着骨头 爸爸 我没事 我很难走啊 不怕 不愧是爸爸的儿子 牧师 我也给您处理一下了 好 怎么伤成这样 没事 什么没事啊 看着伤口不大 伸着呢 莫莉阿姨 你要真强啊 这有点对 来咬我手 没事咬吧 真好 好 小叶 妈妈 小叶 伤哪儿了 疼不疼啊 我疼 你怎么搞的嘛 躲开 我知道我得罪过你 你有什么脾气 可以冲着我来 为什么要对付我孩子 小叶 让小叶受伤了 我真的很抱歉 发生了一个意外 所以 意外 我照顾她这么多年 从来没出过意外 怎么到你手里 就变成意外了 啊 这意外是你早就策划好了的吧 结果跟你想的一样吗 你是不是很失望啊 一琴 这件事情错在我 你要是发火的话 冲过来好不好 你以为没你什么事呢 你是怎么想的 能把孩子交给她 她生过孩子吗 带过孩子吗 她会吗 孩子到你手里边 你就有事 我就想不明白了 到底什么事 能让你把孩子扔到一边 你们俩不够就 穿冲好了的吧 这真的是个误会 对 我知道 只要你们俩都凑在一起 肯定就是我误会 当着孩子的面 亲亲我我 也是误会 你们俩就不嫌害臊吗 李建峰 孩子都伤成这样了 你还这么护着她 你到底有没有心呢 妈妈 爸爸 你们别吵架了 妈不吵 妈不吵啊 妈带你回家 以后就算我工作 再忙再累 都不会把孩子交给你 都不会把孩子交给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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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你借求那性格 她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哪个大妈的都会着急生气的 再说她说得也没有错啊 我确实没有生过孩子 也没有带过孩子 所以我没什么经验 要不然的话 我也没生过孩子 我带过孩子 我有那么一点情愿 我求我挺晕的 你别再跟我平了行吗 赶快去哄哄小找吧 他真的生气了 我还是先送你公家 真的不用了 走了 要不然你以后见儿子 会很困难 好 你考虑清楚 快去啊 我一生 真的啊 好啊 那你多休息一下 走 快去 快去 还疼吗 不疼了 妈妈 你别怪莫莉阿姨了 我关过了点球了 没看见车 是莫莉阿姨把我推来的 你是说 莫莉阿姨救了你 嗯 莫莉阿姨也受伤了 或是说她的伤口很深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 妈妈 你别吵架了 好不好 莫莉阿姨不是坏人 她也给我擦伤口了呢 她自己都没擦 傻孩子 喂个足球你值得吗 你说爸爸送我的足球 对不起了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妈 对不起了 我相信 我曾经都不是我的 我恨别的 我必须是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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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前的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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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孩子还好吗 睡了 今天把孩子给吓坏了 也把你给吓坏了 对不起啊 没什么 小姨都跟我说了 是茉莉救了她 今天我也是太冲动了 说的那些话 你也别往心里去 没事 孩子的事吗 都理解 我进去看看小姨 睡着了 你清点 你也可以观看 我来看看 好吗 好吗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请问我就留在这儿了 我想多陪陪孩子 不行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留在这儿不合适 再说有我在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你还是回去陪他吧 顺便帮我跟他道个歉 是我做错的 我会认 行 那回去 你忘了给孩子换药 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给我 知道 我走了 我只会算是 你还能够认识 这位 我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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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够认识 我还能够认识 你还能够认识 那是 我还能够认识 那是 在晕 晕倒了 什么 我家 我家 怎么回事 你是莫主任家属 是 我是 你先别着急 我们临床诊断 莫主任指示由 脑震荡引发的昏厥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昏迷的时间 比预料中要长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们已经安排CT复杂过了 可以排除是领内出血 所以我们暂且要先观察一下 如果夜里还不行 我们再组织会诊 考虑其他脑组织 损伤的可能性 对了 提醒你一下 千万别打扰患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再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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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醒了 你醒了 我没 太好了 你醒了 醒了就太好了 你醒了 你要不要喝水啊 那我去把大夫交回 你这叫成人之危你知道吗 我这是替你按着这样的 我这是替你按着这样的 我这叫舍弃为人 没什么大碍 建议留院观察五到七天 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在这期间呢 注意卧床休息 尽量避免脑力跟体力劳动 以免引发其他状况 好的 放心吧 不要乱动 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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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动啊 我躺着烦死了 我躺着烦死了 那你也不能动 我给你把床腰起来 我真的没什么事了 你现在是病人 不是大夫 你说的不算 你知不知道你左方有多吓人 我心里边有多害怕 大夫没有告诉你 我就是轻微脑震荡嘛 你怕什么 你说我怕什么 我怕你受了伤不告诉我 我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怕我失去你 老师 你别别怕我 我觉得这儿没什么事了 跟小姨怎么样 孩子好动 我老担心她伤口症啊 拿孩子 皮质着呢 没事 对不起啊 你第一次拜托我帮你带孩子 你就闯祸了 好心没通过吧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让你受伤了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小姨已经说了事情的经过 雨晴 让我跟你说声抱歉 让你别往心里去 不会往心里面去的 当妈的紧张很正常 养个孩子可真不容易 以前老听老人说 生孩子要生早 我不太理解 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养孩子 比生孩子要更好经历 更好体力 你看我 这待了还不到半天 就跟不上了 老了 年纪不饶人了 你哪儿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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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儿老了 先走了 以后慢慢聊 小心点 还疼吗 不疼 我真的没事儿了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我最该忙的就是你 对了 家里边的钥匙呢 大夫说你要住在医院一个星期 总得拿来换洗的衣服吧 在包里 包在哪儿 好 都拿了 马上收衣服了 你看到虫头的花了吧 拿几套啊 你不要拿得太多了 拿个两三套就行了 但是有一点啊 你得给我分块桩啊 上衣归上衣 然后 别又不是别了 不能分为纸状 放心吧 我会分清楚的 一套一套给你收 你还随身带着这个啊 你还随身带着这个啊 用不用吧 这味儿特别难闻 疯了 说来也奇怪 我以前特别讨厌这个味儿 现在 特别喜欢这个味儿 喂 傻瓜 竟然还留着 什么 没什么 墨利牌 不可能 放心吧 脑部的 片子显示一切正常 不会留什么后遗症 哎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的医院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也是啊 我可算是露脸了 全医院都知道了 竟然一早就来看我了 行了 我这看也看了 也没什么事儿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您老费心了 哪有您老费心啊 走了 我送你 你们俩成了 就那样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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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干什么 不急 还不急啊 你们俩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 每时每刻都是消瘦 什么意思啊 就有 精神上不必快乐的意思 恋爱的 最高境界 连你都知道 柏拉图式的爱情了 行 赶紧回去 照顾你的快乐 你的幸福去了 你们俩敌过什么呢 没什么呀 你说不说 就是 就是说我们两个 特幸福没有 剑云说的 我说的 你能低调点吗 什么低调 我现在这么快乐 我为什么要低调啊 我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 你杀上了这么大年纪 谈谈案很丢人的 我真的懂什么 她事实说 我需要低调 什么多高高温 你干什么 我还是要低调啊 我真的有点赚 我们要低调啊 我们要低调啊 来 喂 东西我收到了 回来 为了孩子 这件事情咱俩能不能再谈一谈 好 我见 好 文婷 没看哪 都时间多了 你先睡吧 我再看一会儿 我都累一天了 早点睡吧 好 你有心事吗 没有啊 就是手还有点疼 那更得好好休息了 要不然手能好吗 走走走 别看了 别看了 走 三 老朱 你 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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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有红糖吗 红糖 我要干吗 我来月经了 肚子疼 我准备红糖睡会儿 人要是 要不然 后来 摇高 老朱 又来看墨主任了 怎么今天没拌东西啊 何止今天 以后我再也不理了 逗你 莫主任今天出院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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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诶 又不听话了是吧 最后一个病人的了 我马上就看完了 都住院了 还操这么多心 这整个医院 就你一个大夫是吗 人家都说了 就算你恢复了 一时半会儿 也不能动脑子 知道吗 要不你多看看我 提神行脑 又不用动脑子 我这脑子不动 都快生锈了 用那太好了 生锈了正好 你别那么聪明了 我还踏实点 谁 我 聪明 我聪明还能招你的道 那你刚才 就是承认招了我的道了 那个 这就对了 这个才是正当